好 那麼微軟呢 也很難得的他推出了這個叫SWay的這個服務 那他並不是用來取代什麼 不是用來取代我們講的就是那個 PowerPoint的 他只是希望說有更多不同的什麼 內容來看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呢可以直接進到這個SWay.com 這個是屬於微軟的服務 所以您只要有微軟的帳號 包括حمel、msn、outlook 這樣都可以 那你註冊了之後呢 一樣有新建跟匯入 所以一樣你可以把我們的那個什麼 就是PowerPoint或者PDF 握著就可以直接匯進來 他就用他的方式直接做簡報 當然不見得都適合 所以通常我會比較建議直接用新的做 那你看我先給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我稍微簡單做一下的 他比較類似像拼貼的概念 拼貼的概念 那所以呢 你今天有一個簡報進來 你看在這邊編輯 有沒有 你可以選擇 我要插入什麼圖片 影片 內卡還有圖表 他好處是圖表 做的時候還蠻方便的 因為你要隨時編輯那些內容 簡單的我們稍微編輯一下 好那他有這樣群組的概念 好我們先預覽一下 好我們直接看一下 好這是他的預覽可以有很多種方式 有三種 我們先看第一種的你看 第一個預覽 好校外教學 有沒有我就把那個照片把它弄出來 好 然後第二種呢 校外教學 接下來之後呢 這邊這一個 應該是影片 我有放一個影片 哇這邊比較慢 我先往後退好 有沒有統計圖 這些都可以直接改喔 這些數值 點進來 有沒有就可以直接改了 所以他的優點是在這邊 優點是在這邊 那這裡呢 我就讓他回去一下 好那另外一個很特殊的 他做的這個 就是比較用的 好就是在我們左手邊這裡 我們看一下 左手邊 有沒有比較的 你想要讓他比較一下 使用前使用後有沒有 你看這有一條可以拉 使用前使用後 好不好 比較一下圖片 或者影片 齁 有什麼不一樣的 那另外呢 也有類似所謂的照片堆 這段是影片的 這段是影片的 你也可以把影片就放到裡面來 所以跟我們平常的那種 所謂的 拋空的簡報 真的比較不一樣 好那當然他一樣可以放在什麼 放在雲端上 就是共用 所以最後面這裡還有 我看一下 現在比較慢 好沒關係 那剛剛看的是一種 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瀏覽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是用這種 你也可以選擇用這種 或用這種 也就是說他的是 這個 這個 十位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是為了適應什麼 不同的行動裝置 或者應該講 我們不同的螢幕大小 或不同裝置 你透過這個方式 找到你覺得你比較 有沒有 塗出來了 他一個地圖 統計 剛剛比較的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今天 你的可能是適合這一種的 上下頁的 也可以 你看我現在點了這個之後 我們來這邊 好 上下頁的你看 往下走 有沒有發現是往下走的 所以瀏覽的方式可以不一樣 但是我的內容都一模一樣 好 所以大概是像這種方法 那麼如果說你老師 您覺得我想要開始設計一個新的時候 那麼您就可以在這邊增加一個 增加一個新的 那他會請你 就看你要什麼樣的內容 先把它丟進來 然後去直接去找 比如說我這裡有個標題 我再加一個圖片 好 然後呢 再加一個那個圖表 有沒有發現就像這樣子 繼續一直往下增加進去 那 標題呢 在這邊你可以選一個背景 他就可以透過這邊直接搜尋 也可以你自己自行 從這些服務裡面 或者直接自行上傳 像這樣的方式 那最後呢 一樣可以做所謂的共用 你可以選擇要怎麼 共用它 那麼使用者在看的時候 跟我們剛剛一樣 他在瀏覽這方 他是可以自由選擇 而不是說你指定哪一個 就哪一個 只是預設會已經指定了 當作是第一個播放的方式 所以這個算是 微軟比較特殊的 比較特殊的 因為一般我們都只知道 他有power point 可是他看到現在其實有很多 不一樣的簡報呈現方式 他也想要加進來這樣子 OK 所以可能今天 剛剛好五點 不好意思 比較久一點 但是我希望說 我們今天講的比較雜一點 有OneNote的 有Google雲端硬碟的 有Press 有Seway 但是希望給老師多一些 在教材上呈現的方法 還有就是我們的 翻轉學習的方式 可以讓大家做採討 OK 謝謝大家 謝謝